相信近期关于中印又一次爆发边境流血冲突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莫迪通过鼓动民粹上台之后 印度舆论环境就开始走向极端的民粹主义 而美国为了压制中国 又积极在印度舆论领域耕耘 夹杂着印度本身的领土扩张战略 多种因素导致了如今中印关系始终无法真正的和平 舆论上的极端也促使了很多边境军事将领 希望通过制造中印边境冲突的方式 谋求自身政治利益 这一次的边境流血冲突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新德里被舆论架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从时间线上来说 冲突其实爆发在12月初 但被真正炒作起来 却已经接近12月中旬了 用我国西部战区的话来说 中印边境东张地区 我军巡逻队伍遭遇印军越线袭击 我不应对处理专业 规范有力 显然印度人是吃了大亏的 按照外网的说法 印度商20余人 四肢骨折6人 中国一贯对这种事情 通常都不太会大张旗鼓地报道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一般来说 印度人肯定是喜欢到处讲的 哪怕输了也要说成赢了 到处吹捧鼓动民粹 但印度官方这一次却出奇地安静 没有向外统 但是以印媒欧亚时报 印度教徒报为首的 几家造谣型媒体就突然开始发力 炒作中印双方在边境地区 又一次爆发流血冲突事件 随后西方媒体也开始下场 大力鼓吹炒作 消息很快引爆国际舆论 不光开始炒作话题 不少印度媒体也大力鼓动 印度国内民粹主义 叫嚣要让民众做好对华战争准备 同时批评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 认为应当吸取经验教训 要积极向美国靠拢 声称印度国内一些人不信任美国是错误的 尤其是印度不应该拒绝美国的四方协议和印太战略 尽管莫迪是通过民粹上台的 但现阶段的印度还是走一个中立偷偷发育的道路 并不想完全给美国人当套灰 但随着舆论的炒作 辛德里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 和对边境局势的态度 反而要受到民粹的反噬 尤其是印度还是个纯学习西方国家的那种选票制度 为了选民和支持率 政治流氓们想要上台和稳住地位 就不得不跟着民粹道路走 哪怕他是错的 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 美国派出了一支小规模部队抵达印度北部 举行了一场名为准备战争的联合军演 演习地点距离中印实际控制线只有100公里 前脚美军刚走 后脚印度就在边境挑衅 两者之间无疑太过巧合了 就在中印边境摩擦发生后 美国五角大楼第一时间就跳了出来 直接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义正词严地污蔑指责中国对美国印太盟友具有挑衅性 美军将会继续致力确保美国伙伴的安全 这番发言 无疑是美国在为印军于藏南挑衅中国背书 而这种背书很快刺激到印度国内 感到背后有人撑腰的印度打击嘴炮 不仅喊着要反击 还口口声声喊着要报1962年的一箭之仇 舆论从来就不是理性的 而印度分乱的媒体体系更是如此 有印度媒体就趁机将这次的边境冲突中的印度军队描绘成保家卫国的勇士 而解放军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巡逻描绘描绘成入侵行为 另有 今日印度报纸更是狂妄叫肖称 印度应该在藏南冲突中给中国上一刻 主动对中国发动空袭 就像是2019年低空突防空袭巴基斯坦那样 在印媒放出狂言后 印度高层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地站出来配合作秀 印度空军参谋长就扬言已经做好了空袭中国的准备 而国大党党魁拉·霍尔甘地也表示 如果国大党执政 印度军队将在15分钟内将中国从边境击退100公里 巴拉科特空袭指的是2019年2月 印度空军派遣多机型战斗机越过巴基斯坦的实际控制线 对巴基斯坦国内目标发动的空袭行动 之所以引发这一事件 是因为印度单方面认为 他们在印巴边境之勤的40名印度军人遭遇袭死亡和巴基斯坦有关 从而策划了这一起针对恐怖组织的报复性轰炸行动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 该次空袭是印度借反恐的名义 实际上是对巴基斯坦领土主权的侵犯 然而有意思的是 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这场空袭 似乎并没能起到什么作用 甚至连目标都没命中 在印度媒体的吹捧之下成了一场重大胜利 但事实上这场胜利的代价却有些大 在空袭结束后 印度军方宣布巴拉科特空袭取得成功 但从美国发布的高分辨率卫星图片来看 该次空袭的实际效果和印度军方宣布的胜利有着较大出入 因为卫星图片显示 印度所空袭的目标依旧完好 只是目标附近的一片树林像是被离过一遍 所以印度这次胜利的战果 可能就是炸断了一些树 再无其他 与之相对应的是 印度空军在这次空袭中的投入则显得十分阔绰 根据印度军方的通报 印度空军在该次行动中投入了4架苏 30MKI战斗机为12架幻影 2000战斗机护航 在接近空袭目标后 印度空军发现巴基斯坦的F-16战斗机和预警机相继升空 负责对地攻击的幻影2000害怕被发现 基于逃离巴基斯坦领空 结果导致弹灼点出现严重偏离 值得一提的是 该次空袭印度的12架幻影2000全部采用超低空突防 完全有时间 有能力对目标进行精准轰炸 然而携带精确制导弹药的12架飞机却全部炸歪 这说明印度空军的作战素质存在着严重问题 而在空袭后的第二天 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战斗机被巴基斯坦军机击落 飞行员被俘 这还是印度当时有预警机支援的情况下发生 根据被俘的印度飞行员供述 印度军队的米格-21根本无法从预警机接收战场信息 印度飞行员只能依靠预警机操作员的口头指挥 导致印度飞行员既看不到也躲不掉巴基斯坦军机 紧接着印度一架运输直升机未被自己雷达识别 被地面防空部队误击后坠毁 造成机上人员全部阵亡 与胜利果实相比 这种战损似乎难以接受 这暴露出了印度空军存在的一些致命问题 印度空军协同作战能力 以及最基本的空中感知能力都相当缺乏 说直白点就是印度根本没有体系化的空中力量 这也是印度长期军构导致装备万国造的后遗症 所以如果真如印媒说的那般 印军对中国展开空袭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印度在中印边境线上存在着先发制人的优势 尤其是印度在中印边境修建的大量机场 而我国受到青藏高原复杂地形的影响 很难在西南边境大规模修建机场 这决定了印度在最开始的武力投送过程中拥有优势 但这种优势很难转化为盛世 虽然印度在国际政治上左右风源 很容易取得美西方国家的军事支持 但是印度空军的万国造装备 却让印军后勤部门头疼不已 平时都捉襟舰肘的维护能力 更不用说战时 而装备的兼容性几乎等于没有 更不用说数据链共享 情报传送基本靠指挥员的嘴巴输出 平时看不出来 一到战时就是各自为战 再者 印度目前最先进的两型飞机 分别是构自俄罗斯的苏-30 和构自法国的阵风战机 这两款战斗机虽然均为多用途战斗机 但依旧没法弥补缺少战略战术轰炸机的短板 这注定印度空军就是个有着先天性缺陷的瘸子 在这个大背景下 如果印度想要对我国境内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 最少需要上百架印度空军拥有最先进战机 这几乎是印度的全部家底 而且先不说印度有没有一次起降 如此多先进战机的保障能力 但说我国体系化的先进空防体系 印度所谓的先发制人根本无法实现 一旦印度实施所谓的空袭 这也意味着印度对华发动战争 与印度空军相比中国空军无论是军机质量还是军机数量 相比于印度都要更加强大 尤其是西部战区的空军力量主要以歼20 歼16战斗机和经过现代化升级的歼11BG战斗机 能够对印度的苏30MKI形成碾压之势 而数据链共享方面 在我方空中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的加持下 印度空军毫无胜算 印度人提出要空袭中国根本就是吃人说梦 无论从战术战略还是从国家实力装备性能 印度完全没有能力对中国实施空袭 而一旦印度有这样的举动 最先要面对的是中国台山倒海般的反击 届时印度靠着买买买攒起来的家当 可挡不住解放军强大的火力打击 中国军队向来秉承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从2013年中印边境帐篷对峙到2017年动朗对峙 再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 解放军一直在冲突中保持着足够的克制 反而是印度在边境部署上不断挑衅中国 甚至是口出狂言要对中国展开空袭 此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 也是因为印军阻拦我军正常巡逻 最终导致摩擦的发生 而我们知道 如今的中印关系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双方也正在推动更多合作 印度军方应该为合作制造好的氛围 而不是进行破坏 更不应该跟随美国的指挥棒起舞 这不利于中印双方利益 是典型的替他人火中取利